你真的一個人可以做適当嗎? 哇 好恐怖喔 我真的冬了, 어떡해 冬季準備的材料是 大家好,我是舞蹈邦尼,我是昕姨姨 在這裡見面了 中秋節過完之後就感覺很 就是過節日的感覺都是 很想家人或很想吃 韓國特別的節日吃到的那種集道菜 超級想吃 今天要請韓國朋友們來我家吃飯 順便清楚生日 因為很神奇的事,關係比較好的 四個老師全部都是十月出生的 這次我收到Crock-Pot的邀請 用Crock-Pot挽用壓力鍋 做韓式料理 給大家看,我今天要做的韓式料理呢 就是韓國特別的日子才能吃到的 四道韓國菜 炒菜 炒菜 排骨 蒸排骨 青菜 炖雞 然後還要做生日的時候 韓國人一定要吃的 海帶湯 除了海帶湯以外 三道都沒有做過 所以挑戰的感覺 我問媽媽奶奶的時候 媽媽奶奶都很擔心我 真的一個人可以做四道嗎? 我有差,所以今天我覺得 一定會來得及 我要給我媽媽奶奶看 不需要一整天一直做菜的模式 我今天使用的Crock-Pot挽用壓力鍋 簡單的介紹給大家 這裡有很多關於你們不用害怕 左邊這裡一排都是傳統烹調的方式 可以炒東西 滾東西 然後 慢噸的功能也有 還有很特別的部分是 可以做優格耶 連優格都可以做 右邊這裡是 壓力模式 透過壓力 節省做菜的時間 這個Crock-Pot壓力鍋 它有附 透明的鍋蓋 飯匙 還有增加 小的生命書 跟食譜 他們提供的食譜 我已經看過 然後裡面的全部都是 看起來超好吃的台灣料理 可以做牛肉麵 可以做粥 然後一個瓜仔肉 也可以做 杯子蛋糕 Cupcake也可以做耶 白老師一起來台灣吃的 四目魚粥也有 很多很多很多 那我們要開始做 韓式的特別的料理 好 我剛洗碗米肉 壓力鍋 幫我煮飯的時候 我就繼續洗碗菜 拿過來 要準備材料喔 鎖好的時候呢 這邊有米飯煮麵 打開 不用挑什麼的 就是這樣 12分鐘 好 我洗好菜囉 然後呢 喔 還有一分鐘的時間 太好了喔 所以紅色的這裡 上來的意思是 裡面有壓力的 我們即使 蒸10分鐘之後 再來剪壓 先切一切蔬菜喔 哇 兩塊一個 然後這裡的特別的是 我不會放肉 就平常會放豬肉的 但是我今天呢 要放魚斑 這是韓國的魚斑 我今天用三張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多放 快卡 緊拌一下 小餅 清婦 這個 可以 vive 很開心 不便宜到 只熟了 快燚 太熱了 啊! 等一下 一點點 用這個一點點 小心點 哇! 真的很香 哇! 確實很美 啊! 太好了 哇! 太好了 超可愛 韩国的话会用压力锅煮饭 但是不是这种垫着压力锅 因为压力锅做的饭超级Q 超级好吃 所以我奶奶就每餐都是用压力锅煮饭 那现在可有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 哇 好酥酥酥 嗯 真好吃 好 完成 都切好了 糖面的话 本来要泡水的 但是如果用压力锅做炸菜的话 完全不用泡水 这样一把就这样子 现在杨阳酱完成了 酱油 10个大汤匙 2个大汤匙 10个大汤匙 10个汤匙 1个汤匙 翻一翻 这样子 大概煎一半 它很硬所以你们要小心手 这个压力锅是3.8公升的大焦 上当市本人都这样什么事吗 刚刚做完的这个调味料价 我忘记加水了 再加180磨的水 浇水一下 好 炸然后呢 这样子 盘上炒饭好咯 就是 剥菜以外的所有的食材放进去就OK的 湯匙 把食材全部都丢进去之后 盖起来 3分钟就完成哦 叩咯 可以用手动 条件时间跟压力 压力有低跟高 动压力3分钟 就这样子 开始 但是本来加菜的话 就是很麻烦的一道菜 刚刚丢进去的那个菜 是全部都分开炒的 炒完西平地锅 炒完再西平地锅 就是不倒很多 然后全部炒完之后 跟泡水好的韩式冻粉 喝在一起 再重新炒一次 才会完成 所以压力锅做的话 介绍好多步骤 已经有3公斤了 好 等它一下下 然后等它的这个 时间 我要开始准备 第二道菜咯 第二道菜是 金 大韩式炖鸡 炒好了 不要硬拔 它歇压之后才可以打开 小心 就轻轻的哦 看这里 这个虾屁之后才能开哦 这个红色 如果一直看到的话不能开 好漂亮 哇 好香哦 里面东西都锁好了 这样翻一下之后 想想最后一个是西根起 西根起炒进去就OK的 我现在开煎炒模式 开始哦 加油 西根起 OK 这样我刚做完杂彩之后 洗碗 内锅拿过来 如果家里有洗碗机的话 放在洗碗机也可以的咯 今天我要做的 筋打的办法呢 超级简单的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使用可乐 做的筋打 一股的鸡腿肉 六百 还有 大块大块切好的洋葱 红萝卜 还有地瓜 切好的葱 蒜头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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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加在内锅里面就可以咯 肝掌 这个汤匙 很生气的是 可乐会吸掉肌肉的腥味 带来甜味 所以调味料 不需要很多可乐跟醬油 这样就好 全部都丢进去就可以咯 炖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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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炖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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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用害怕,可以很安全的使用哦 好了耶 哇,好香哦 开模 现在看起来水分比较多的样子嘛 直接放冠冻粉 要用煮滚模式 开了 压一下 然后开始冠冻粉 然后加一下红色的辣椒搭配一点 这样子的话就是稍微微辣的感觉 结束 搅拌一下,然后等它滚就好哦 等它滚的一段时间 我就介绍一下下一道菜 下一道菜是 蒸排骨 我觉得今天准备的四道料理中最难的 先怎么做呢 先放在冰水里面排除 排除鞋头 用它的过敏概念改起来 烤完冰水的大概半小时以上带骨头的牛排 然后呢,多余的油脂也处理过 处理过之后泡冰水的 香菇 洋葱 红肉糊 汆烫的时候使用的蒋片 去 牛的腥味 还有 整颗的蒜头 等一下也放几颗 哇 哇 超香 吃看看 软软的 超好吃耶 怎么这么好吃啊 超棒的 是我做的吗 哇 好像里面的肉的感觉是大概已经煮了 两小时三小时的那种感觉 但是15分钟就这样子 这么软的 哇 压力锅 超神奇的东西耶 完成啰 泡完冰水的牛肉 先用昆煮模式 烫烫一下 这是1.5公斤的牛肉 烫 开始 烫它的时候我们做酱料哦 酱料6匙 米酒2匙 1.5公斤的牛肉 白糖3匙 3.5公斤的牛肉 烫好了哦 那我现在拿过去倒水之后 冰水冲一下 已经做好的调味料 加进去了 叙叙叙叙叙叙叙 开始 这个压力锅真的可以说很万用 可以蒸 可以炒 可以 冠汤 可以做出很多样的料理 我现在就等它的时候 我顺便介绍给大家最后一道 就是海带汤 海带 然后我准备了一盘牛肉 然后呢 等一下用鱼肉 炒汤 可是没有鱼肉的话 可以使用蒸鱼肉 多米虾 蒜头 酱油 酱油 家里的所有的鱼肉都可以加 一个汤匙的话 味道会更浓 韩国的海带汤 先这个海带跟牛肉一起炒一炒 之后加水 做成海带汤 搅拌一下 大概炒五分钟就OK的 上去吃香菇 煎炒慕斯 开始 哇 我可以做吃鱼肉 真的很厉害了吧 完成了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我们要开始了 最后一个 我们先用 煎炒慕斯 开始 鱼肉好之后 加牛肉 完成了 这个鱼肉也是 其实需要一小时以上的 煮越煮越 好吃的就是海带汤 但是它的话 我们用压力锅做嘛 所以它十分钟就完成 好 那我开始炒哦 我做的海带汤好吃的 一个秘密就是 我会用它炒肉的时候 然后 放一点点 放上 这样子会 这个好吃 好 下蒜头哦 这样子 香香了之后 就放了 海带 然后这样一起炒一炒 很好的是 就是 材料全部都拿过来的话 其实完全不用跑来跑去 压力锅前面炒一炒 然后加水 盖起来 就完成海带汤的 海带的颜色有一点点点 咸色的话 就是可以加水 然后呢 直接加水哦 加两个糖尺的醬油 骨干糖 骨 骨 骨 最后一道 煲汤模式 十分钟就可以了 煮汤模式 嗯 煮得出来就是海带汤 完成了 完成了 哇 哇 蒜很久的那种 海带汤的颜色 嗯 颜色完全不一样 嗯 好香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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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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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带汤 超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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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厚的 煮汤 超過的 超过的 這個嗎? 味噌 我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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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真的嗎? 有什麼 但是我現在在韓國的時間到中間 你現在不去過嗎? 現在已經 兩年了 對啊 你兩年多了嗎? 我真的兩年了 但是我去超級了 才是 但是你跟著你 你還好嗎? 我還在買了 但是很久以前 但其實這次是製作單位的食材 但是我已經吃了 但是我用拌的拌勻 我用拌勻 用拌勻 但是拌勻 但是拌勻 用拌勻 用拌勻 真的嗎 真的嗎 不太太 不太太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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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味 很美味 我給你吃了 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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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想吃 這裡的料理都是我們常常吃的 對 我也是 我也是不買的 家裡也不買的 今天用Crew Pot的完熔壓力鍋 做了韓國特別的日子才吃到四島韓式料理 我用了壓力鍋之後發現的是 真的非常的入味 而且這個入味的程度就是我們平常 燉很久或是燉很久之後才會出現的那種入味的程度 它可以代替很多很多的廚房的道具 按鈕按好之後 我就不用思考很多東西 所以真的很節省時間沒有錯 我覺得對我來說真的非常好用的一個東西 如果和我一樣需要壓力過的人呢 可以到某某或是Hong Style 就是Hongong行百貨專櫃都可以買得到喔 我產品的自信放在下面 所以喜歡的朋友可以看下面喔 今天我跟很久沒去韓國的同事們一起吃很多韓國料理 開開心心的聊天 然後順便新竹生日了 大家都很喜歡吃我煮的東西 我就非常的開心 然後很謝謝他們 他們真的就一直說 很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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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道地很道地很道地 所以我就很感動 然後真的很大的成就感 有很多時候 我現在現在被招了拍照 我已經把媽媽照片拍照 For부모, unit一下 所以我 face customs不想看查到 小心 Cos si recenter immediate meal吧 THEM 如果妈妈做出我的食材 正式特别的食材 真的像晚安部分 要多久接着啊 4時間 4時間? 本次的人 ",比三kan Tier 四十分? 五十分 四十分と五十分 要多久? 但是 tissue 要多久? 每天真的天招了八天才 每天都有量煮了 如果有機會煮要煮烤 那 punches煮了一半 那什麼時候煮了八天 就煮了一半半 大概就煮了半半 那是煮了一個飯 可以煮到四十分煮的 對 對 鸡蛋是煮的煮湯 就是煮的煮湯 就是煮的煮湯 你就煮得了不會吃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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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看得到嗎 照片真的超棒的 對 對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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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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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媽媽是 20年以上 煮飯吃的人 所以這樣吃的人 也需要 四小吃的菜 今天真的 短時間內做完了 耶 希望大家都喜歡 今天我給大家看的影片 今天我給大家看的影片 謝謝 再見 今天李老師的韓文教室 要教大家的是 我今天做的 特別的日子才會吃到的 四道菜的韓國名字 第一道菜是 雜菜嘛 雜菜 雜菜 第二道菜是 燉雞 煎蛋 第三道菜是 種白骨 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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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道 最後一道菜是 松日當天早上吃的 海帶糖 米 肉 米 米 米 這個四道菜 是韓國的特別的日子 才會吃到的料理 希望大家看到我的影片之後 想挑戰看看 那我們下次見喔 拜拜